我們選擇 我們贏 歌手明星忙著校園走透透 不是為了宣傳演唱會 而是大聲疾呼 要手投足站出來 我真的不喜歡政治 但我最近聽到新聞 是我們的責任 川普的爭議性政策 炒熱其中選舉 儘管距離大選還有好幾天 但18歲到29歲的選民 已經陸續現身 包括德州內華達 喬治亞州 年輕選民提前投票人數 都是2014年的4到5倍 光是德州就有23萬手投足 已經完成投票 看準年輕選民 投票人數有望破紀錄 可能會成為 左右其中選舉的關鍵 集結50位好萊塢大明星 準備在選舉日前夕 舉行兩小時的直播節目 呼籲年輕選民 用手上的一票改變未來 民主黨的富豪 彭博也砸大錢 找來多位大咖影後拍攝廣告 希望民眾投票 台藝女星吳田明 也透過影片呼籲亞裔選民 用選票來發聲 儘管這些大明星沒有點名政治取向 但用選票改變美國的訴求 明顯針對川普政府 希望催出選票 讓民主黨重新掌握 參重兩院 Don't lose hope 大家新聞與講編譯